感恩关心我的 进了美女们又来聆听我的分享 跟我按赞 老师好 参马的家人 好 以及 帅哥美女们 大家好 开心的时间到了 分享 抽契机卡的成果 今天所抽到的四张卡 太阳卡的部分 专注与恒星 修行必须要专注 守住一个方法 一门深入 才容易在修行路上获得进步 修行没有逢年过节的分别 365天天天如一日 时时都要守住心 这才是修行人 太阳圣德导师 正在因为有太阳这一本 秘籍中 主题就是 自居安思维 自焦焦人莫怠惰 在短时间之内 要说服众人理解 此一系统并不容易 必须是 他在原本的信仰系统中 得不到任何改善 后来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才会感受到 真的具有某种作用力 而之后的后续发展 就端是其福分与缘分的浅薄 生浅 其实今生能否真的进入系统 关键在于每一个人 今生或者生生世世里 智慧是否得以发挥 能否 是否能主动推举其人 这里会有一个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与他人在分享的过程中 大部分人的回应都会 是 我很忙 没有空 那你是否有思考过 当别人的问题反射到你的内心深处 可以教育 自己的是什么 你要从别人的回应当中 找到自己的课题 例如 A拒绝你 B拒绝你 C也拒绝你 当下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将这些人和精进于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人 相互比较 你是否有所启发 在对他人宣讲的同时 有没有立刻想要他的需要 想到他的需要 是否因为他尚未感受到 生活生命及灵命中 所潜藏的可能性危机 当他没有危机意识的时候 为什么要聆听你的宣讲 但是如果他今天看到 自身的危机效果就不同了 所以要教化他人先教育自己 这叫做自教教人 修行也是一样 道理是同样的 没有感受到危机的存在 有何理由非要勇猛精进的修行 如果自身能够觉知 只要今天的我没有精进 或者是在调整的角度上不够到位 就会衍生日后生命或灵命上的种种危机 如此一来你就有十足的动力鞭策自己 不断地成长精进 这一段念的就是头皮有发麻 所以感受到自己还是必须要更加的努力精进 因为确实感受到很多的事情 已经看了懂 但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要洗缘感恩 修行事没有修假日 French常告诫我们 应该成为一名修行的战士 如果生活太过安逸 就会觉得世上的事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但就像说一个人 很多人认为每天吃饭 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这个与珍惜生命的每一秒 并感恩餐餐有饭吃 两者之间的感受 境界及效果截然不同 当负能量早上雨的时候 那时候就没有所谓过年与否的差别了 所以这个观念要很重要 常常提醒自己 负能量最大 因果说的算 因果最大 这是天律 所以要赶快累积得知良 第二张卡的部分 别再放纵 命运调整与否在于自己 千万别再奢侈的放纵自己 要纷纷秒秒提醒自己实修 让所作所为何于天心何于宇宙 如此所迎接的一切必定丰盛 太阳盛德导师 抽到这两张卡 它有相关连性 就是在自己的日子当中 没有秒秒的珍惜时间 对时间的运用来讲 一定要很珍惜 甚至光阴 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个从小就知道 但是呢 活到这个岁数 常常会觉得 好像很自然 等一下还有时间 其实这是不对的观念 所以抽到这两张卡 就是告诉自己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都是要 察觉 有没有用心 努力去实修实练 所以要将丰盛的 丰盛的感觉植入灵魂记忆体 因为这个世界是丰盛的 宇宙是丰盛的 万物 万事万物所含的信息 结为丰盛的时候 如此世界的和平 就指日可待 所以地球这么多天灾 也就是人的心性在转 心性对立没有爱 那谱传钞嘛 是透过修自己的心念当中 透过去互动人去分享感恩与爱 重点是自己也要有相当的 实修实练 所以分分秒秒 要提醒自己实修 如何合于天心 天地的爱 何其伟大 心要柔软 合于宇宙所迎接的一切 必定丰盛 第三张卡 丰盛卡 富有卡抽到的是 千万别入戏 多数人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只看到果 没有看到因 往往在追求的过程中 跳进别人的果 导致摸门不着 浪费几十年 人生 世间 人世间各种变化 有如万花筒 一幕又一幕 这不过是信息 数据而已 太阳圣德导师 抽到这一张卡 这个是 有点难度的理解 看似很简单 何谓果 就是当下 比如说 自己 一个结果 有没有去 由这个结果去反推 整个过程到那个因 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也是 要有相当的一个 逻辑概念清楚 他的起心动念才会正确 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当时的局 太阳圣德导师有说过 当时你的局是不OK的 但是这不代表是永久的境 所以不要被那个点打倒了 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一定 不管是生活境好与不好 都是要感恩的 唯有感恩接受那种爱的能量 越来越强 时常是越来越正能量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一解答 一一缝刃而解 当你有本事活用空间场时 那才是你无限的本钱 什么富有不富有 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但是对你来说就跟吃饭一样 稀松平常 第四张卡抽到了 得香卡是墨语人生气 这一点真的是很妙 当能量场因时修时练而提升之际 自然就会有转环的机会 这才是斗智和斗智的表现 第一个斗智是自气的智 第二个是智力的智 而非无畏抵斗气 所以一怒一念 心里有一个念头一生气 这代表自己的智慧不足 所以天地会安排很多的讯息 来让我们去历经这个过程 一切都是要抱着感恩 不要与人斗气 这当时也就是自己的一个 发觉到自己的一个习性 爱去说服别人 爱与人计较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有修正的空间 非常感恩今天大家的聆听 真的是神准的牌卡 感恩导师感恩天地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即将来到的12月22号23号 太阳圣的导师冬季世界巡回演讲 因为爱幸福美满随之到来 非常难得的一个机缘 将在林口体育馆 一万五千人的一个盛会 第一天新歌发表 将有四位歌星上台演绎 太阳圣的导师 这半年来的星座 许多的家人听到这些作品 听歌唱的这个歌 整个内心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疗愈非常的感动 太多的分享 所以借此这个机会 在一万五千人同时共振当中 所激荡出来的正能量何其的大 真的看得懂的人赶快把握 第二天的实修实练课程 即将现世的一个彩虹大法 能够看得懂的赶快也来参加 因为只此一次千载难逢 说不定几次都碰不到的一个机缘 讲了这样子好像是很难得 确实很难得 因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种幸福 也真的分享给有缘的朋友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